她要回山西老家了 对了 爸妈就是在老家 也帮我找了一份 还可以的工作 我就是想回去 先工作个三五年 就等那些工作什么的 都稳定下来 经济也独立了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去嘛 那这三五年 她在哪儿生活呀 她就 她陪我一块儿去嘛 我是想让她就 你是邀请她 跟你一起回山西老家 我为什么要陪你一块儿去 我当时都放弃老家的工作 我跟着你来了天津 我来了天津 你告诉我你要去上海 现在你又告诉我 你要回老家 我就一直在陪着你转是吧 你回答一下 我还是想让她就是陪着我 回山西老家发展 回山西 不回啊 别置气 我不是说不回 我只是说什么 我感觉她现在对我这个态度 我对她付出了这么多 在她心里边 就连个位置都没有 我跟她回去有什么用 就是女生觉得伤心了 我付出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跟她回去 对吧 而且我感觉她现在 就是想回老家找她前女友 因为我最近发现 她就是说 跟一个女孩聊天特别频繁 后来我看一下那聊天记录 人家跟她女孩说啥 就是说她对她前女友说我 说我脾气不好 老翻她手机 就有点烦我 最近都不怎么搭理我 人说马上要回老家那边工作了 然后说有的时候还挺怀念 上学的时候的 那个女生根本就不是我的前女友 她是我高中时候的同桌嘛 高中 我们接触也比较多 也一起经历了高考 所以关系就比较好 我之前是也对她有点好感 但是就是高考之后才跟她说的嘛 她说她也喜欢我 但是因为大学就没有在一起读 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所以算不算什么前女友 这个你心里还有这个姑娘吗 有 还喜欢她吗 你有我 你跟她联系 在她面前说我的不好 你让我脸往哪儿棒 我把我老家的工作给辞了 赔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在她面前 对我就是这样一个评价 就是之前也 然后你明明知道我跟我前男友 就是因为前女友这人分的手 你现在哪儿还要来这样 现在问题出现了啊 一方是为你付出了很多的女朋友 一边呢是你爸妈在山西 给你找好的工作 你更倾向于哪个呢 我觉得还是想回老家发展嘛 还是回老家发展 那她怎么办呢 她非要跟我分手嘛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 我还是希望她能跟我回去 我不是说介意她去哪儿 我是介意她现在 对我的这个态度 她当时就比穷学生 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就是除她对我好 我才能在一块儿的 是是是是 现在我落了个什么呀 我要老师给分析分析 这应该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